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影片是台版明天要實裝的 兔克跟野性跳跳虎專武介紹 至於未來是下集就明天再出 我們先從兔克開始看 限定角色 風屬性 前衛物理範圍輸出 專武後的1技能 移動到最近敵人前方100的位置 對最近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擊退最近的敵人距離300 此傷害必中必爆 以最近的敵人為中心 對範圍450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此傷害必中必爆 自身中弧度恢復TP 二技能 自身進入物理無敵狀態 持續6秒 並大幅提升物攻 EX技能 開戰後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以眼前一名敵人為中心 對範圍450內的所有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此傷害必中 低下 傷害必爆 專武屬性 物攻 物爆 TP上升 兔克的技能施放順序 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兔克有專武後 競技場提升表現相當有限 1技傷害沒有多少提升 只有專武屬性的物攻物爆讓他傷害痛了一點點 專武的1技給了TP回復 專武屬性又有TP上升 看來是想要提升他的戰隊戰表現 那麼他的戰隊戰表現如何呢? 在日版專武剛實裝時 因為有BUG BUG的觸發條件跟影響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了 沒1技錯的話應該是在1技單體傷害跳出來之後 在範圍傷害跳出來之前放UB 1技尚未生效的範圍傷害也會跳出來 並且後續角色不會發呆 將值時間為0 可以用超快速行動瘋狂變王 有BUG加持的兔克打台版這個月四王劍蛇 有打出很亮眼的表現 BUG沒過幾天就被CY修正了 所以只要SONY沒有裝到有BUG的版本 兔克戰隊戰就沒什麼卵用 但如果是有BUG的版本 這個月兔克打劍蛇可能會用到 兔克在日版有專武後 完整刀跟補償刀都沒看到他有上場 不算是什麼重要角色 接著說競技場 競技場表現跟以前一樣 可以拿去打純輸出物理防守隊 但那種隊伍超級少見 大部分都會放跳跳虎跟部位這種又硬又煩的角色 這兩位都很克制兔克 兔克只要開場12秒沒有分勝負 後面就沒啥卵用了 兔克現在剩下的唯一功能是克制新年矛依未 如果對面用的是兇巴巴防守隊有放新年矛依未 你又不確定你角色秒的對面角色 剩下新年矛依未之後 新年矛依未會不會造反 UB連發去把進攻方的軟趴趴角色秒掉 這種情況下就可以放兔克去確保勝利 物理無敵12秒就是刻爆 新年矛依未的無敵7秒 不過 新年矛依未現在很少見了 像我剛剛說的情況也是超級少見 所以兔克用到的場合超少 競技場也算是沒什麼亂用 結論 對於戰隊戰玩家跟競技場玩家都是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有Pass 還沒滿等的新手 有愛再抽 再來是野性跳跳虎 常駐角色 火屬性 強迴坦克 破防間 物理輸出 專武後的1技能 自身大幅提升物攻物爆 持續18秒 對眼前最近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自身血量越低 傷害越高 對最近的敵人中幅度降低物防 持續12秒 二技能 大幅提升自身物攻 小幅提升自身物防 持續180秒 並展開物理魔法無效盾 自身血量越低 護盾量越高 EX技能 開戰後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自身血量越低 傷害越高 特大提升我方全體物攻持續18秒 自身雲選2秒 跳跳虎的專武屬性 血量 物攻 物爆 技能施放順序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跳跳虎專武超費 有跟沒有差不多 你要是沒有裝專武跑去打的補償刀 很大的可能性你打完都沒有發現有任何不對勁 連練度警察都不會注意到 軸不會歪 傷害也不會差多少 跟大疆護血專武差不多等級 跳跳虎專武最大價值是專武屬性的暴擊提升 跳跳虎刀打起來 跳跳虎傷害高不高 影響最大的是爆多還是爆少 接下來才是有裝專武還是沒有裝 日版專武剛實裝時做過測試 如果不管暴擊率 只看物攻增益 有裝專武 跳跳虎本人傷害大概可以多個5% 這個5%多跳一爆或是少跳一爆 基本上就有抹消掉了 就是個很蠢的專武 嫌棄玩專武之後接著講跳跳虎在戰隊戰的表現 就還是那個跳跳虎 日版有專武之後完整刀沒有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過 但是在短時間補償刀算是比較常見的角色 打短時間補償刀會用到 跳跳虎這次沒有復刻 沒有抽不抽的問題 那我就說裝不裝吧 如果你資源很多 那就裝專武吧 有裝確實會變強 算值變強 一點點 啊 如果資源不夠 專武可以先不裝 不過專武有給血量 可能有少數作業沒裝會死 如果哪天遇到作業潮不了 缺那一點血量會倒就裝上去吧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